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5月9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我是BOSS 五一黄金周刚刚过去,这个以往被视为消费者疯狂挥金 数押心理的黄金假期,今年却呈现出一派冷淡收敛的景象 表面上看人山人海,却是一派繁华景象 但实际消费数据却令人揪心,游客 出行量虽然比2019年增长了28.2%,但人均消费却下降了11.5% 这简直就是一场报复性省钱运动 有人说,这是因为人们更偏爱三四线小城镇旅游那里消费水平较低 所知说的没错,但这反过来也印证了一个严峻的事实 中国消费者的钱包在疫情三年的折腾下已被掏空 人们普遍缺乏消费信心 央行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仅有不到25%的居民 愿意增加支出,更多人选择存钱过日子 这可是经济复苏最大的阻力 房价岁月迷费,教育医疗燃眉养老无助 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增长至缓 老百姓哪还有心思乱花钱 大伙儿只能把钱袋口缝得紧紧的 哪还有什么消费动力可言 政府对此当然难辞其咎多年来 它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而忽视了内需的重要性导致整个经济结构失衡 现在外需疲软,投资效率低下 政府却无计可施,来有效刺激消费 只能眼睁睁看住经济一步步陷入泥潭 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前景简直无法落定 不过五一假期也衍生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亮点 比如小镇旅游一军突起,一跃成为旅游新宠 这既有高铁网络和私家车普及的原因 也反映了人们对低成本旅游的渴求 不得不说,这种现象令人遗憾却也在所难免 毕竟如果大城市本身的消费水平能降下来 哪个游客还愿意挤在人满为患的小镇里旅游呢? 可以说,小镇旅游热只是冰山一角 是中国经济困境和民众财力枯竭的一个浓缩体现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 五一黄金周中国游客出境达190万人次 入境旅客180万人次 可以看出伴随着中国航线的恢复和签证便利化 出入境旅游也逐渐回暖 其中美国、澳洲、英国成为热门长途目的地 香港、澳门、东南亚、日本和 韩国则是受欢迎的短线旅游胜地 值得一提的是中东地区 如阿曼、沙特、科威特等国家的订单暴增超过三倍 显示中国游客对新兴旅游目的地也有着浓厚兴趣 总的来看,虽然游客出行热情高涨 但整体消费仍低迷 凸显了中国经济复苏倒阻且漫长 家庭财力不足 收入增速放缓 就业前景暗淡 家之楼市教育 医疗养老等民生重担沉重 中国消费者近年来举步维艰 哪还有能力和勇气狂欢购物 尤其疫情的重创更是雪上加霜 让不少家庭身无分文 万般无奈之下 才不得不走上省吃俭用老路 权威机构如高盛法新银行、花旗银行的分析 也证实了这一现象 高盛经济学家王立生等人 在周一报告中指出人均消费支出 不仅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反而进一步下滑 主因就在于更多游客选择了低线小城市 从侧面反映出消费降级的持续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的民调 更是直接揭示了民众谨慎的消费心理 第一季度 仅不到25%的城乡居民 有意增加开支 大多数人宁可压低家庭支出 存钱这种广泛存在的蓄钱心理 源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日增 伴随着物价飙升 工资收入停滞 家庭可支配收入递减 许多人生怕账面资产缩水 为此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过日子 本就负债累累 如今经济前景更是风云变坏 谁还敢挥霍无忧 而就业形势的严峻 也是让中国居民 头缠前代的 一大隐患 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滑 职场人才供给严重过剩 找工作 愈发艰难 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服务业 零售业裁员潮 一浪高过一浪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 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 意味着未来生活成本缺乏保障 因而也就自然而然的缩衣结实 省吃俭用 再者 过高的房价和漫长的通胀 也是让中国居民捉襟见肘的元凶 近年来 楼市一直处于高位 普通家庭 要扛起沉重的房贷压力 就必须缩减其他开支 而通胀带来的实际工资缩水 也让大家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 想要过上体面生活 房子和车子 是必需品 可一旦房价油价 汽车税费 水涨船高 哪还有阔绝钱财 消费娱乐 不仅如此 教育医疗养老等刚需支出 也是导致贫困家庭 无力消费的元凶 目前很多城市提高了上学入园的限制 不少人为了给孩子争一口宝 不得不拮据自己的生活开支 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 更是让许多中产家庭 学上加双 除了教育开支之外 医疗费用的高企 也是压垮中国家庭消费能力的杀手锏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城镇化进程 不断深入 国人面临的医疗支出负担与日俱增 可即便如此 也难阻医疗费用的疯狂上涨步伐 以2023年为例 全国医疗保健支出同比激增 20%远超 GDP增速 患病人口 不仅要承受更高的挂号检查手术等 直接费用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 也是节节攀升 曾有不少上重病住院的病患家属反应 好不容易将亲人从鬼门关前救回来 却因为医药费用而身无分文 债台高筑 对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来说 因病反贫的风险已经太过于常见 就连中产阶层也经常为了医疗费用而焦头烂额 可见民众对未来医疗开支的担忧 有多么深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意愿 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与之相关的便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之后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 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仍旧任重道远 许多中老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养老金保障 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生活开支 再加上防老年痴呆等高额医疗费用的沉重压力 让他们对未来生活质量无不忧心忡忡 这样一来消费自然就无从谈起 相反他们不得不尽量节衣缩食 勒紧裤腰带度日 以求在有生之年活得较为无余 即便子女供养有余 大多数老年人也倾向于储蓄 以防患于未然这样一来 庞大的养老人口群体 就无一成为了拖累消费市场的沉重包袱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严重不足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率 一路走低 勺子化问题日益严重 人口红利不再加上 未来赖以养老的年轻人口比例 持续下降 这对于经济长期向好 至关重要的内需增长 无疑是一击重创 勺子化不仅令社会年龄结构失衡 还将加剧劳动人口短缺 从而加大财政负担 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无疑会随之受到抑制 要知道生育率下降 往往与教育支出节节高涨有关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现当代家长们 不惜缩减其他开支 把有限收入用在孩子身上 这是典型的后浪拖垮前浪 这股牺牲自我满足私欲 贫瘠勤勤俭为生的潜流 已经营绕在当下中国消费市场之中 曾经有专家估算 仅民生开支这一块 就是中国每年消费需求 蒸发了十多万亿元 而伴随着通胀居高不下这个数字 只会不断扩大 再看看近期热议的就业形势 我们也可以窥见 居民缺乏消费信心的部分缘由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企业裁员潮 员工薪酬动涨等情况屡见不鲜 以2023年为例 全国范围内有43%的打工族 因为经济不景气 而经历了减薪停薪 或被裁员 在此背景下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信心 无疑受到重挫 为了应对潜在的风险 唯有把钱囊 饿得紧紧地刻意压低生活水平 以防将来捉襟见肘 而这无疑将进一步 加剧内需的冷却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 伴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 信息化等信心产业的崛起 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烂于充数不少蓝领阶层 饱受结构性失业的困扰 前景茫茫 居民自然只能先筹谋生计 暂且搁置享乐消费的打算 房地产问题 也是挤压居民消费的一大祸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住房价格持续高涨 导致普通家庭购房负担沉重 尽管政府多次出台调控措施 但在投资需求的巨大推动下 房价依然维持高位徘徊 以2023年为例 虽然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 有所降温 但热点一二线城市的房价 仍然持续上涨 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年轻人要攒够首付 并贷款买房 压力可想而知 有数据显示 2023年近四分之一的新房买家 在购房后会入部付出 许多年轻人为了买房 只能勒紧裤腰带 无怨无悔 承受月光族的生活压缩其他开支 即便努力积攒了首付 也得为还贷 而长期苦撑 身心俱疲之下 何谈消费自由 与此同时 我国房地产业 起伏不定泡沫风险时有曝光 居民对未来房价走势 更是忧心忡忡 一旦楼市出现下行风险 数以亿计的家庭 恐将承受沉重的资产损失 从而影响其消费信心和能力 税费负担也是制约居民消费的一大阻力 近年来 随着财政收入迟滞 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 向企业和居民的征税力度 除了所得税和增值税等传统税种之外 各种附加费用基金也应运而生 给普通老百姓的腰包 带来沉重负担 以2023年为例 全国范围内纳税人 实际税负达到19.6万亿元 同比增长7.3%远超 GDP增速不少企业和家庭反应 税费负担加重 直接影响了其他开支的安排 有数据显示 约有27%的民众 因为缴税压力 而减少了生活消费 除了上述 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因素 一些社会性文化性因素 也在一定 程度上 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比如随着养老压力加大 我国社会储蓄率 依然维持在高位 2023年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虽已超过4.6万元 但人均消费支出 仅2.9万元 储蓄率高达37% 由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人们宁愿囊中羞涩 精打细算 也不愿无度挥霍 再者 我国社会传统观念 根深蒂固 奉行勤俭节约的作派 许多长辈 甚至将奢侈消费 当作资本主义 糜烂生活的罪恶表现 在他们的影响下 年轻一代 也趋于理性审慎 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 换言之 大手大脚的挥金如土 狂欢作乐的生活方式 并不 受到社会主流的认同和追捧 反之勤俭持家 量入为初 才是许多家庭 所鼓励和提倡的消费理念 此外 近些年来 食品安全 环境污染等问题 时有发生 也驱使部分消费者 趋于理性节制 他们更愿意将有限收入 用于高质量的教育 医疗等领域 而不是铺张浪费 于那些无谓的奢侈品牌上 总的来说 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力的 种种深层次因素 相互交织 夹杂波时 直接导致了 我国整体消费市场的 低迷凝制 尽管政府不断出台 纾困措施 但如何全面有效解决 这些结构性矛盾 仍然任重道远 唯有居民的收入水平 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 日益健全 经济增长基础稳固 才能给居民带来 足够的消费信心 激发内需市场的充分活力 因此 未来一段时期 推动高品质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将是中国政府和企业 必须共同努力的重中之重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 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在本政府 下期六 下期ICK 下期vat 下期败 下期三